抱住一身除旧岁 印度加尔哥達塔霸中國城 熱鬧迎接農曆新年 當地關公廟除夕夜 陸續湧入武師隊伍 堪拜神明 這些由華人或印度人 組成的武師團 徹夜遊街表演 哀家哀戶拜年討紅包 讓塔霸中國城變成不夜城 大街小巷裸鼓喧天 我們都不睡覺的啦 就是夜走 對 然後去每一家 每一家家家戶戶去拜訪他們 去拜年 然後他們會給紅包 煎報辦完以後 這一棟樓 這個餐廳的樓上會有人 拿個竹子 然後上面吊著紅包跟青菜 然後這些武師團就會去搶 那個好彩虹 我聽說這次很黏黏 但在前幾年它很大 所以我非常興奮看見紅包 和明天的所有東西 而來到客家華人家庭 除夕夜過了午夜 點香銀財神是農曆青年 最重要的活動 當地佛光山禪修中心 除夕夜也舉辦法會 吸引不少華人前來參拜祈福 除夕夜迎新年對當地華人來說 是一年中的重要大事 儘管受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 過年活動規模稍減 但是從現場氣氛看來 年味依舊不減 熱鬧滿點 中央社記者康世仁加爾哥達報導 中央社記者康世仁加爾哥達